9月9日,周冬雨素颜现身机场,却被媒体拍到,他的下巴长有一条3厘米左右的疤痕,即使贴着三个肉色OK绷,也依然触目惊心,对此周冬雨工作室于下午3点筛出周冬雨微信对于疤痕由来做出了解释,晚上起夜,在民宿,因为不太熟悉地形,加上迷糊,半了一跤,全身直角以下巴着地,摔到门框子上,直接给我摔晕了,晕了一会儿,醒来就在血泊里。 但是周冬雨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女演员,却在脸上摔出了伤疤而大惊失色,反而乐观地开解自己和工作人员,并大开脑洞,其实我真的很期待我会找一个很酷的巴,晶莹剔透,独一无二,我觉得死巴说不定能逢凶化疾,小小的血光之灾可化解大灾难。 除此以外,他还描述了在晕倒的那段时间所做的一个梦,在国外打仗中了炮弹,被朋友误解为自杀,没找到伤口就怀疑是立架,最后竟然毁了容,非常害怕。 虽然周冬雨如此乐观而幽默,粉丝毕竟是粉丝,依然感到担心,虽然你说的这么轻松,但我还是很心疼你。 还有网友看到希望涨疤独一无二时,大赞周冬雨很酷。